1月22日年28日,洗腊撻的鱷魚潭 我現在在中山公園和大家錄這一集 去開公園,我想起香港人有一個主題公園 都挺奶奶的,就是我們的海洋公園 前兩天我看到有一個新聞 就是海洋公園CEO孔令成在立法局裏 再希望政府撥106億的借貸給他 同時之間豁免他26點幾億的一些 之前借下的一些利息 為什麼要欠這麼多人的錢? 原來海洋公園自從孔令成接手了 做CEO之後,生意每下預放 是否是? 慘烈的程度比MIHKTV更甚 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多年以來 香港的旅客 旅創新高 香港人被大陸的遊客搞得民不聊生 你只是海洋公園,你只是招呼大陸人 你都應該賺到盤滿盤滿 幾千萬的旅客的人質 瀏覽香港 為什麼你海洋公園 人客多了? 你竟然是蝕錢蝕到欺 那樣的呢? 我都挖挖地頭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會發生? 情況就是好像我們現在 武漢的冠狀病毒肺炎 搞得全世界都雞毛鴨血 連武漢的市長都叫別人不要去武漢了 香港的陳肇始 和張建宗 林鄭月娥 都還不夠膽 將這個武漢而為旅遊示警的地方 一樣這樣招頭的 那好了 看回 海洋公園一直都是虧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自從有一個人興 這個歸化了的加拿大猶太人 這個的盛志民 接手了做這個海洋公園的GCEO之後 就將海洋公園起死回生 曾幾何時 我們還跟他們連成一氣 就是覺得海洋公園 就是香港人的主題公園 打到滴滴來的米奇老美 DONALD UP 那些公主 各個一部一部 那樣 照計這個 經盛志民大領之下 設定了一個規矩 這個平台公園 燒虧蠢 那照計沒有理由會出事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大家 如果看回 都是一個萬變不離其中的定律 大家又不要說我 蔣家仁不志氣 滅自己威風 外國人 就說人家的屁股都是圓些 霍肚皮都是香些 定律就是 外國人能夠做得到的 中國人 地球毀滅之詞 都是做不想到 大家要看回 渣奇做一個CEO 當然 都有一個高尖軟派的思維 也有承擔 有擔當 將整個公司盤數 放在背部 海洋公園 是比較奇怪的一個團體 你說它是私營團體 又不是 你說它全部公營又不是 它自己找一個主題公園 如果它搞得到自負盈規 政府又不是怎樣插手 你搞得不得到的情況之下 政府亦都會干預 各坊裡面 亦都是政府的assign的人 所以呢 半工又逆施 又是施 又是工 搞得亂亂了 但是聖志民接手了之後 其實基本上 將它真真正正當一個公司來做 不是當一個教育團體 不是教小朋友 怎樣親親大自然 真的要做一本書 就是要搞得到 收支起碼要平衡 最好賺錢 然後你玩什麼都可以 政府就無權過問 在聖志民的帶領之下 大家都記得 我們想都想不到 去海洋公園 玩Halloway 捉鬼 有很多不同的大型的活動 也將一些機動的遊戲 翻新各方面的東西 令到這個海洋公園 重新注入了一個新器 重新注入了一個樂趣 大家如果問我 主題公園其實是看什麼呢 硬件當然要有 但其實整體上 是一個人的體驗來的 是人的一個體驗來的 你去一個主題公園玩 除了樂趣之外 還有很多Kick Clark的事情 希望你在裡面 不是就是看一些景點 不是就是假山假石 假花假草 當中裡面 你有一個訊息 你有一個樂趣 有一個magical moment 你帶走的 要不是滴滴利和環球片場 怎麼賺到盆滿盆滿 而滴滴利和環球片場 永遠都注入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不注入新的東西 很快人家就覺得你乾堂 沒有東西值得再來 我下一次再 visit 的時間 就會越懶越長 所以你看到滴滴來 不停在那裡買一些 比如 Marvel Universe 這些 Star Wars 這些 franchise 可以令到他們的樂園裡面 不停有些新的軟件 駐進去 令到別人有不同的 experience 反觀我們現在 以前的海洋公園 聖志民厲害的地方就是 善用了海洋公園裡面的 不同的動物 不同的有趣可愛的 cute animals 之外 其實它搞了很多一些 本地一些人很開心 很想參與一些活動 下去 永遠有一些新的 new news 我們叫做 一些新的 marketing gimmicks 可以帶動到一些本地人 可以進去去玩 當然自從梁振英 689做了這個 這個行政長官之後 他就不知為什麼 他是看不順 聖志民台戲 還是怎麼樣 將他炒友 就換了這個孔令城 之後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蝕到西斌 人多了 反而還蝕錢 現在竟然去到2019年 和2020年的財政年度裡面 逐分鐘會有6億的赤字 而在他手上的現金 只剩下4億的cash 根本就搞不想怎樣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就是無他 自從他接手之後 有很多的project 他都要開始做了 一個叫做大樹灣的project 和一個叫做重新發展的項目 這兩個project 要花很多錢 除了財團借錢之外 也都要用政府擔保 和政府的一些撥款 去做這件事 當然也要付稅 起完之後 現在這個 就算是最新的 水上樂園的reboot 都還沒開始開波 就已經出現了 很龐大的赤字 當然我也不知道 他怎樣去還 找一個主題公園 除了這些 現在他投資了這麼多的錢 之外找了一些新項目 which is no guarantee 他不能賺得到錢 而最重要的就是 海洋公園裏面 如果大家養過鹹水魚 就知道了 你的魚缸裏面 每個月的maintainance 維持你的pH值 殺菌 小動物要看醫生 小動物要吃東西 訓練 機動遊戲的維修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 全部那個平均的開支成本 都是非常之高 當你一個不小心 搞不定盤數 成本又這麼高 借了這麼多錢 你吸引不了人來 人數下降了 或者你的收支不好 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付出這個龐大的 營運的數目 的成本 同時之間 丟了這麼多錢下去 要建一些新項目 還息都還死你 一個不小心 入的錢入不敷 都知道 現在出現這個現象 搞不定盤數 不過這樣 現在已經在開 這個求救訊號 希望我們的立法局 就要撥錢給他們搞這件事 但我很多人覺得 這一鑊東西 就是涼過水了 基本上就是搞不定盤數 第一 你看回他的 board 整個 board 裡面 全部都不是金融地產 會計師 這些傢伙 有哪一個可以有 盛智民這麼靈活的腦袋 有無窮的創意 有這個貼地 花 reporter 等等 不是貼地 全部都是一鑊 那些還有屎嫩女 全是一群 那些冒頭都不服用人間煙火 不懂得裝胶 找一些創意事業 不懂得做一些 比較具有 Humanity 以人身為本的一些生意 靠死你創作 他還不犯了 醬皮糖 要不再換毒 又不變кт 繼續保證 也是虧exo 我們現在整件事 為什麼會建這麼多項目呢 我們追回一件事 我們找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自從2014年這個混蛋梁振英 上台之後 梁振英要是一個互主心切 幫大陸和幫中共拿屁股 絕屎眼 抓他的痔瘡裡面絕龍 死太監死賤人 這個互主心切的情況之下 他只要在中國大陸裡面 不停在那裏搞一些基建 而搞基建項目 搞得太多的情況之下 就是產能過剩 那產能過剩 那產能過剩就怎麼樣 唯有幫主子分擔 幫主子分離擔 減少他一些支出 或者幫他減少一些負債的東西 那就怎麼樣 唯有向香港輸出這些基建的項目 輸出過剩的產能 大家可以看到 自從六八九上場之後 有很多的大白象工程 都是經他們的全家產拍板 譬如三跑 譬如這個 鳥里老美 港珠澳大橋 高鐵的項目 如此類推 這些全部都是輸出產能的項目 回頭看 他換了這個盛志民 插這個孔令城進去 其實要搞這麼多大興土木的東西 可能海洋公園 都是其中一件事 要幫忙消耗這些多餘的產能 其中一件事 而令到海洋公園負債累累 死無存屍 這一筆數 如果政府撥款 106億再注資下去 多數都是蝕到欺賓 不用止以有得還 因為這班人基本上是不懂溫主堤公園 反過來 讓我給我兩條好端子 既然你興建了 最後這麼多酒店房 現在這麼多年輕人 你一定要跟年輕人做回一個修補的關係 不如就是用一些半價優惠 送專車 包著早餐 包著香檳 呼籲年輕人入你的海洋公園爆房 填滿你的入住率 年輕人就會多謝你 另外第二件事 既然養一些海鮮 那些東西這麼難搞 而你海洋公園自從恐令城做了這個CEO之後 基本上都不跟香港人聊天 你掛著大陸人生意 大陸人一不來這半年 你就馬上叫苦連天 不如這樣吧 大陸人最喜歡的 現在看回武漢這個海鮮市場的案例 看回他們很喜歡吃海鮮 很喜歡吃野味 海洋公園又是海鮮又是野味 那不如在海桃館裏面 點一下這條蘇味 那你在旁邊的酒樓 山湯清蒸 是不是 捉一下那條鯊魚做刺身 或者那條殺人禽 看看可不可以搞一些Sashimi 那些海鮮丹 就搞得了 那你就開始追回那條蘇 將它轉型 當然這是天方夜話 但是我絕對不想看好了 海洋公園 繼這個TVB 和香港航空之後 自從香港人進去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公司 就是蝕得到 混蛋 現金完全沒有 你可以見得到 香港一些可以 山金蛋的 一些原本的 一些branding 一些organization 那些錢 就不知道為什麼被人 全國父空虛 你有理由相信 香港已經千瘡百孔 我們那些錢 那些大公司 賺的錢 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知道是不是賠償了 給上面的北大人 我都很難預料的